曾文鼎 曾文鼎好像愛上了打板三分球 台灣第一中風大房東曾文鼎 籃球場上平整精神十足 不過除了球場 還有另一個秘密基地 歡迎光臨 怎麼名字曾文鼎 對啊 用餐嗎 要吃什麼 做什麼叫什麼 你好 歡迎光臨 每秋的用餐照顧的服務生 怎麼是曾文鼎本人 沒看錯 因為曾文鼎開餐廳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大房東哥 我現在為你介紹我們店裡最 人氣最旺 然後最有特色的主單品 就是我們帝王蟹腳的主單品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帝王蟹腳的主題 怎麼來的好了 那其實我們帝王蟹腳 就是從自立人選的帝王蟹腳 開餐廳當老闆 找來前育龍隊友寶兒楊哲宜 情意相挺吃財親子吃吃 球場好手當起 餐飲新手可不是官票而已 大家看一下 這帝王蟹腳到底有多大呢 他比我的臉還大 喂 比臉還大的帝王蟹 半個手臂長的野生草蝦 兩人研究店裡海鮮食材 跟研究廠商戰術一樣仔細 難怪台點有點半年 已經能小露一手 料理記住 我看到這個聲音 滋滋的響 先嫩多汁的澳洲牛小排 在高溫的鐵盤上滋滋作響 就算身高204公分高 曾文鼎照樣彎腰 綁客人煎牛排 你好 這是你們的臥壽司 請慢用 自己的餐廳 自己顧端菜上桌 已經是家常便飯 不過仔細瞧瞧 臥壽司擺上蝦子 火烤不騙 手捲是海膽鮭魚軟口味 再加上帝王蟹火鍋 菜色幾乎都和海鮮有關 沒錯沒錯 故意的啦 我們兩個真的是 很喜歡吃海鮮 然後我們就是這麼 我說真的 我們對 處理時代不是了解 但是我們就是愛吃 當然打籃球 已經打這麼多年了 很多東西都已經 家庭就比起來 這個累的比較多了 曾文鼎照著球機空檔 回到店裡固定 雖然最熟悉的 還是籃球 跨足餐飲業 隔行如隔山 但對於海鮮和35好友聚餐的愛好 給了這位台灣第一中風 開餐廳的最大動力 記著微人陳彥虹 來節目囉